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江峰 唐正瑞 谢谢 大家好 这个麦克风收音很好 所以我口罩都不用拿下来 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的时间跟空间结构 时间上面表定好像是到12点整 然后空间上面就是靠这个叫slido的提问的工具 如果有扫到QR Code的朋友 其实上面已经有30个问题了 那就提醒大家可以按赞 我会辅到上面 那越上面的我就会先回答 我并没有什么简报要讲 我第一个就讲 就会是最高票的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最新的问题会跑到右下角 一方面就让你跟左邻右舍拉票比较容易 那二方面有时候右下角会自己开始聊起来 这个属于正常能量施放 这个不用特别放在心上 但是它也可以用来好比像说什么冷气太冷 冷气不够冷什么之类这种程序东西的事情 也可以在这边及时提出追问 当然也可以在这边提出 然后再常如果有没有手机的朋友的话 虽然几率不高 但是如果没有手机的朋友的话可以举手 那或者你有手机 但是你习惯发问的方式不是打字的话 也可以举手 那举手的话 我们就有希望有数位麦克风 数位就是不止以为 有吗 没有 有 有数位麦克风 好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直接的来分享 然后直接对叹 那举手的优先顺序是高门荧幕上面 所以随时就是如果想要聊天的话 就直接举手就可以了 那就这样子 这个时间空间结果就讲到 OK吗 OK 好 那我们就开始 有33位朋友们问说 数位身份证有很多资安的疑虑 请问是不是真的可靠 是非常好的问题 资安就好像是大家带头照情新手等等 这个一样 当然是为了防止病毒 那你要问说一个设计 他说他可以在这样子设计的流程里面 百毒不清是不是可靠 他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系统的机制面 就是好比上你可以问说 这个口罩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过滤掉 95% 99.5% 99.95的病毒 这个是可以测试的 你放到实验室就可以测试 但是如果你戴这个口罩的时候 是这样戴 那最好的口罩 一点用都没有 但他就跟没有戴口罩 差不多是一样的道理 那或者是说 你光是戴口罩 但是完全不洗手 那你不可能24小时 睡觉都戴着口罩 所以如果你完全不洗手 那这个口罩也没有办法保护你 所以其实资安最大的风险 永远都是我们说 社会的经验 就是针对人的攻击 而不是针对系统的攻击 针对系统的攻击 就好像口罩的过滤率一样 这是可以测试的 但是对于人的攻击 好比像说 举例来讲 我们先不讲数位身份证 讲六代帐号的 就是大家现在手上的这个身份证 如果现在大家有在出入建筑物或停车场的时候患症的习惯 那这个时候各位的资安就已经完蛋了 那因为现在只要你把身份证留在对方手上 十分钟或以上 那它就是伪造出一张完全一样的 除了那种紫外灯罩 会跑出漂亮的蝴蝶的那一部分 现在还比较贵之外 其他大概就已经完全会被伪造了 它非常容易就会被破解 那当然就是如果你是都不会换诊 而且六代证背面的条码 你也绝对不给人扫描 那也绝对不给人制作影本 那目前感觉上是比较安全的 确实是比较安全的 那如果你能确实的做到这些 就有点像戴口罩亲戚手的话 那六代证在你的手上 也比较没有自安的风险 但是现在六代证如果 你给影本 你把条码给人扫描 或者是说你患证的时候 在人家手上待了很久 那其实就是冒充的身份 一点都不困难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办好比像说手机的门号 或者是银行的账号的时候 其实大家就已经不相信六代证了 那反而去相信好比像说 卫福部发的钱包卡 或者是外交部发的护照 那这是所谓的双证件 那从内政部角度来看 这当然是有点耻辱的这种感觉 就是他作为身份上的治症机关 大家已经不相信他了 大家去相信外交部 或者是卫福部 所以他就研发了自然人凭证 那自然人凭证呢 当然还不错 因为他卡面上几乎完全没有 个人资料 但是同样的 如果你把你的自然人凭证的密码 设成你的生命 那也没有人救得了你 然后你如果把自然人凭证的密码 就是用那个签字笔写在自然凭证后面 同样也没有人救得了你 所以如果你要把自然凭证换证 换到这个大下官员的手上 一般来讲不会有人这样做 但是有些公务人员 他的公务卡同时有自然凭证的功能 可以说这个就已经是 期待卡的一个优先测试版 就是很多公务人员 如果他是把有照片的识别证 结合他和自然凭证 这几乎就已经是期待卡了 那这个时候这些公务人员就要 有自然的危机意识 说你永远不可以用那一张卡去换证 除非你的自然人凭证密码 非常非常非常难猜 那所以这些都是属于 带口罩清洗手的范围 那这些自然的疑虑 坦白来讲不能够靠对于这个卡的测试 对独卡机的测试 或者对制卡系统的测试 就能够消减 因为最后是 有点像是有没有带口罩清洗手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所以这是很坦白的跟大家来说 有一个追问 我的答案是追问要处理 系统攻击当然可以测试 但是是不是人人有可能 能够攻击成功取得大量的个人资料 也就是说 在用身份证这个搜集资料的这个同时 尤其是证号搜集资料的同时 那个资料被聚合到一个大的资料库 然后呢 因为没有法律去规范它 所以输语身份证 有可能说大量聚合之后 被一次攻击取得这么大的这个资料库 那所以很多民间的朋友说 要用法律来规范 因为输语身份证的资料聚合 没有法律来规范 我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 就是六代卡的身份证的资料聚合 也没有法律规范 所以现在就已经有民间的 好比像说人力银行等等 它之前有出现这样子的事件 人力银行诚然没有聚合 两千三万万的资料 但是也蛮多的 如果有空可以自己看新闻 那当那些资料外泄的时候 目前的情况之下 就是这个不是可能遭攻击成功 它已经遭攻击成功 那这个情况之下 理论上这个人力银行 应该要至少通知你 如果你在那边用了密码 别的地方也用的话 应该要把密码换掉 不然的话 这个攻击者就可以结合你的身份证 字号跟姓名 再加上你的密码 如果你在别的地方用的话 那就可以取得你其他地方的网络身份 那当然就是 我就不特别点名的人力银行 有在就是他的网站上面 贴了一个公告 不过好像不是大家都会去看他的网站 所以我看大家表情 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也未必很多 那所以这件事情才是我们现在 最主要要认真面对的事情 就是说纵使工部门这边 做到滴水不漏 纵使期待卡目前暂缓 等大家没有疑虑再来发 不表示6代卡就没有问题 不表示资料没有聚合 不表示没有被攻击成功 区别大量的额资 这种时候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处理 在最近两年 我发会成立了个人资料保护的 专业办公室 各自办 那这个是已经有他自己的网站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以前法务部是各自法解释机关 但是执行法务部是不会去督导大家执行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法务部对于其他部会的律算没有控制权 但是国发会对于其他部会的律算是有控制权的 所以当国发会从法务部手上接下控制权的时候 国发会有多了一个能力 就是他可以去请其他的部会 在有各自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去进行必要的处理 包含行政检查等等 但是因为这个机制是很新的 所以我看在座的表情 知道的人并不多 我想先做一个民意调查好了 就是用举手的方式 知道说你在网络上面买东西 如果你收到了 你看了发现跟网络上的那个图片不一样 你可以去要求退货 在鉴赏期里面你可以去要求退货 知道这件事可以先举个手吗 OK 好百分之百 那知道说如果你在买的时候 人家要你打个勾 然后你没有细看那个合约 当然各位都是非常专业的人士 一定会每个字都看过的 但是像我有时候就没有看完 如果里面有说 你打勾就表示放弃鉴赏期的权利 你打这个勾是无效的 但你还是有这个权利 知道这件事可以举个手吗 大概一半 大概有一半知道 所以这个就要告诉我们说 就是有法律明定 说你不可以用合约来抛弃 这是不得记载事项 如果有记载制使无效的这些概念 这个是需要从小就学习的 因为如果不是从小学习的话 你很容易就是人家说 你抛弃这个权利 就傻傻地觉得你抛弃了这个权利 但是事实上这些权利是按照法律 不能够一个月欲为抛弃的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 你手上都有一支人民的法锤 对 人民的法锤 所以这个人民的法锤 它是可以举起的 举起之后 政府这边有消保官可以帮助你 你可以申诉 如果这个是大规模所做的事情 那不只是消保会这边 甚至公平会都可以介入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要了解到说 到最后让良心上的愿意尊重大家的鉴赏期 这个还是要靠就是每一个人 要有这个举起人民的法锤的这个能力 不然消保官自己不可能坐在办公室里 就知道哪些电商现在正在破坏 鉴赏期的这个制度 这个应该道理非常的明确 但是在克资法这边呢 当你就是被搜集资料的时候 理论上你也可以要求对方删除 如果目的已经消失了 要求一份副本 知道你有哪些资料在那边 要求更新 如果它的资料是旧的等等 那这些同样不可以以和予以为抛弃 同样你打个勾说抛弃是无效的 同样你也可以举起人民的法锤 但是就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朋友 按照我刚刚讲的那个各位的表情 或者实际行使过各自法的这些权利的朋友 显然是比行使过期限鉴赏期退货 或至少知道这件事情要来得少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没有各自专的机关 那有各自专的机关 就是这两年的事情 就是集中到了国发会 当然很多学界的朋友会说 国发会可以管别人 但是国发会主委如果自己想要推什么的话 他不会自己来踩自己的刹车 因为国发会是两套系统 就是严考那边会管别人 经界那边还是要推一些事情 所以你不可能要严考会系统去踩经界 会系统刹车 这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也有很多朋友主张说 这个各自专的机关 现在应该要独立出来 就是它的人事人民权等等 不应该受其他的部位的影响 这个我是支持的核心训练 那所以以上讲的这些 就是说我们至少要建立到 相当于消保制度那么好的 各自保护制度 那才能够真的回应这个问题 不然工部门做到完美 但是人力银行还是外协 这个是事实上对大家权益的影响 也没有比较少 大概是这样 那所以这个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就是独立机关成立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刚已经回答了 那至于何时会成立 我们在行政院永远都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立法院三读通货的时候就会成立 那不就是这样吗 如果你去看立法院 其实已经有委员提案了 不管是数位专则机关 独立的各自专则机关 都已经有委员提案了 好像也有排入一督了 那但是因为立法院 就是之前在忙别的事情 我跟讲一个人就是比较客气 对啊 没有是在忙那个18岁成年的事情 大家不要想歪了 那因为之前在忙18岁成年的事情 所以还没有讨论到这一题 但是我实际希望能够下一个会期 不是临时会期 就是下一个正常会期 能够赶快来就是排审这一个部分 好 也是一个立法院的问题 是不是可能以数位化的方式 去改善立法院爱大家的问题 很好的一个问题 有意思是说就是他们挥舞那个USB线 这样子吗 在地上投一些主机板 好 这好像没有改善 确实有很多 尤其是南国的立委 跟我说他现在非常感谢 我们把高铁做到全线 爱台湾都是同的 而且用强迫器 让他至少4G打电话 或者是办公 他可以把高铁当作他的办公室 在这个以前 他是非常非常辛苦 因为他跑行程是他的在地 就是说区域地位的话 那但是所有的这些会议 都是在立法院本身开 他不来就不算数 那所以除了在疫情的时候 他们好像有预言过一些 远距台会的方法 但之后没有用到之外 其实他的那个时间成本 非常非常的高 以南国的立委来讲 那东部的或者是金门的那位 就更不用说 就是对他来讲 那个成本非常的高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不是只是为了 这个什么爱大家的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有没有可能 至少有一些 特别像苏罗公厅会 他拘束力比较低的那些部分 是不是有可能用远距的方法来办理 那即使在拘束力高的部分 是不是有可能说 让他的那个媒体版面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他很多质询的目的 是要给他在地的民众交代 所以如果就是他的那个版面 看起来可以就好像是 他在立法院那样子 可能就是把立为你知道3D建模 然后他质询的时候可以飞起来 就是做各种各样的特技动作 那就动新闻那种 想必我觉得这个版面应该会比 就是他就会USB线 要来得高一些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对他们就是质询的议题 得到全国的关注 说不定也有好处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赞成这件事 但是我们在行政院 没有办法去指导或者监督立法院什么 从来都只有他们指导监督我们了 那所以如果对这个有兴趣 立法院现在有个开放国会行动方案 在这个开放国会行动方案里面 有很多关于像这样子的提议 所以有空的话欢迎加入开放国会的那个讨论 然后呢就是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 那我是全力的来帮忙增佛 但是我没有办法说 立法院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不然这个就破坏了这个全力分立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好有个追问了 因为我都讲到丢于这个主机板跟那个USB线 那就是能不能够这个协助维护台湾珠默 这个默我觉得是很棒的要领活 OK 确实就是 就是PTT的这个湘民啊 今天就有召唤我 所以我刚刚在来的路上 还在跟PTT的湘民对话 那PTT的湘民大家都知道 就是他的发言常常是就是很不理性 但是就是前四个发言不理性 到第五楼 就是第五个发言都很理性 很专业 就是专业的我 所以这个专业的我 这个提出来说 应该要做一个就是国产猪的这样子一个地图 就是有承诺说他百分之百使用国产猪肉的这些店家 我们应该要用一个比较友善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就跳出来说 其实有这个 而且已经上线了 昨天才在那里 昨天上线了 所以呢 它是不是什么呢 这个是在农委会 它叫做台湾朱正宁标章的商家资料 那我们那时候去协调 主要就是要加精维度 因为以前他们都只有地质 地质跟精维度是不一样的概念 而且也不一定准 所以有精维度的好处 就是说 至少农委会的人去机场的时候 不只都是来这边 而不是说 他到底是二楼 还是三楼 还是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就必须要很明确地写在这里 那而且呢 它是适用政府资料配合品 它是用规范 意思就是说 你要住民出处 就随便利用 那去商业利用 社会利用 都是可以的 那所以呢 已经有sample了 就是已经有做出来一些做法 比像说 同样是在 就是G&B这边 对我已经也满18岁 对 已经有些朋友开始做出一些视觉化 那不过大家可能之前都看过口罩地图 所以视觉化就是那样子 我没有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有一位五阿者 就是 这个叫做正哲 他说 资料上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G&B频道回报 我这边尽力协助大家 希望透过大家努力 可以为台湾的实案 尽一分心力 虽然拼字不成规范 但是 相信他的诚意可感 诚意可感 他应该有感觉到大声音 所以就是 如果对这个资料 应用有兴趣 或者是对做那个地图有兴趣 那我们就 欢迎就是加入 农委会的阵营 然后 运用这样子的 看法测量 去做到 有点像当时 我们在口罩排队的时候 大家都会一直看那个地图 然后看前面的人刷健保卡 是不是真的扣两片 扣两片 或者扣三片 扣三片 而且还是扣十片 扣十片 那如果你看到前面的人刷了卡 他不是扣十片 反而增加十片 那你当场就打1922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要是跟排队的人彼此的信任 是靠我们叫做参与式严整 第二方严整的这个方式 就是你自己是客户 那你也同时可以担任集合的人 而不是你要相信一个第三方向 简保术什么 来担任这个集合的人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第三方跟一方会不会穿帽 那所以你不如第二方来集合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用开放资料 来做这件事情的主要的想法 有38位朋友们问说 我跟沈柏洋老师 对说他身份上的立场 因为不同 两者之间如何卸调 这是一个迷思 我跟他的立场是一样的 那我的立场非常简单 就五个字 选每一边站 take all the sides 那所以英文还少一个字 四个字的话 那所以对我来讲 其实关于这件事情 大家的共同价值 就是希望各自的泄露能够更少 味噪变得更困难 这两个一定是一样的 尤其是味噪变得更困难 我想在这一场讨论里面 应该不会有人主张说 我希望身份证味噪越来越容易 应该没有人持这个立场在发言 那如果是说 我希望各自越来越容易被聚合 这个虽然也许有人心里是这样想 不会大概是不会公开讲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场讨论里面 我想大家的价值 其实是完全相同的 现在的问题只是说 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是对所有人都好的 而不是只对某些人好 那因为我们的政府 是双核心的系统 就是一颗GPU 一颗CPU的那种系统 现在当然都是很多颗的 但是就是我们abstract一下 一颗GPU一颗CPU的系统 那么在后面上说 这个县法三九条文 这个第十条命定的 就是有办理全民健康保险的 义务的这样子的健康权 或者是本来就在 宪法里面的教育权 尤其是国民教育的部分 有在增加教育里面 特别强调 所以学习的部分 健康的部分 支持他们的通讯的部分 这个叫做社会主义核心 所以你刷了健保堂 你就进入一个社会主义世界 这个是没有人争执的事情 反过来讲你刷个信用卡 就进入资本主义世界 这个确实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中文的这个层级 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选 社会主义核心站还是选资本主义核心站 因为这两个都是同时存在的 不是说你把电脑里面的CPU关掉或GPU关掉 因为他们两边都能够运算一些对方很难运算的东西 但是有些事情就是在这两个中间 好比像说就是急重症的医疗 这个大家都同意是GPU去算 就是社会主义核心 但是医学美容 大家大概都同意是资本主义核心这边去算 但这两个中间的精准健康 就是以前要预防是医疗的这种东西 这个到底算什么 这个是现在最大的证明 那同样的道理在这个议题上面 那也有一派觉得说 那我们这个因为身份证实 就是大家都有嘛 那所以应该是就是要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 即使这个人他记不住密码 即使这个人从来没有用过提款卡 像娃娃八十八岁 他所有跟就是他的存折的关系 都是靠去邮局填提款单来达成 他当时就是他跟他的年轻朋友 77岁 就是对他来讲年轻的朋友 对我来讲不是很年轻 那一位洋奶奶 所以八十八岁跟77岁 这两位朋友当时说服我 说我们在超商预购口罩的时候 不应该使用提款机 因为我们本来的那一案 是你拿提款卡 因为我们想就算是长这里 应该有多绝的金融卡 去超商插卡 建入密码 转52块走 那你拿那一张单据 它会有一个小的感热纸的单据 你就可以去柜台 过三天或者是过五天 去柜台拿口罩 这是我们本来的操作流程 这个流程非常的安全 因为你在提款机那边 他本来后面的人就看不到你按密码 而且他的使命认证 是非常高的标准 因为是由银行来做担保 而且你也很确定 就是转52块钱出去 但是呢 他们就说服我说 第一个他们从来没有用过提款卡 他们有 但是没有用过 所以会怕 那第二个 就算社区里面的一件领袖 就是77岁的两奶奶 纵视她可以找人 帮忙她操作 她会看到提款机上面写 165的那张贴纸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就是小心这个前几张 转出一个户头 所以就在荧幕上面写52 他脑里会补 大概四个零上去 所以 那脑补最多 脑补大补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会觉得我的存款 就因为 我说不定按错一个密码 说不定我的密码 多按一个零 就表示他会多挥一个零出去 之类之类 他会有一些想法 这是很真实的 你不能否认对方的感受 对方感受是真实的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就说 那即使药局排队很累 他们还是要去药局排队 因为在药局 他们是抛出硬币 他们知道刚刚好付了 怎么夺出去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去协调 他不会 最后就变成 你可以在超商 抛出硬币 去预购口罩的这个流程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设法的这个核心 跟产法的这个核心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在 推动任何东西的时候 从我的角度来看 都要先确保 他的social norm 就是社会常规 是大家没有疑虑 可以接受 那设法这个核心 稳固了 我们在上面去讲 产法的核心 就变得很稳 但是如果设法这个核心 不稳固 那我们就只能说 那产法这个核心 要不要缓一缓 稍微再等一下 那这个是所谓 social safety first approach 就是先从社会部门开始 这个想法 以我的理解 沈博庸老师也是这个想法 所以我跟他的立场 并没有任何不同 有三十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都要哪一个牌子的认法如 用的是叫做绿藤生姬 绿藤生姬的认法如 有三十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我是不是真的会控制脑坡 是的 我真的会控制脑坡 那具体我控制脑坡的办法 就是每天睡满八小时 我是控制我自己的脑坡 没有控制大家的脑坡 我如果睡不饱的话 我的长期记忆就会失调 我前一天的短期记忆 就没有办法完整地写入长期记忆 那脑坡就会问乱 意思就是说 我在隔天醒来的时候的新的经验 因为我的大脑在背景 还在处理短期写到长期记忆的这件事情 所以就很容易出现脑坡无法切换 或者脑坡切换的时候 觉得自己的注意力不够用的 这样子的情况 相信我不是唯一的一个 大家朋友睡觉 什么应该都是这样才对 所以控制自己脑坡最好的方法 就是每天睡八个小时 有24位粉丝们会问说 未来在政党轮替之后 委员会不会继续服务国家 这里面有两个迷思 我先处于后面那一个 就是我是work with development 不是work for the government 就是我并不是在为特定的国家服务 我觉得我们在台湾这边 当然我的一些想法 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切磋 讨论非常好 但是我同时也是好比像说巴塞隆纳的 Digital Future Society的董事委成员 好比像说我也是安德斯特丹的 这个Consul Democracy Foundation 就是当时西班牙那群占领者 后来跑去安德斯特丹组成的 我也是他们的董事委 我同时也是纽约的Radical Exchange 但是Radical Exchange 你要说它是哪个政府呢 是很诡异的 因为它主要的资金思想等等的来源 是一个叫做Vitalik Buterin的人 那这个人他是以太坊的共同方面人 跟目前实质的维吟者 也就是说他目前拥有一个实质的治权 但是这个治权是纯数位的 他没有什么主权 但是他自己印钞票 他自己印钞票 所以在以太坊的治理原则 好比像说平方投票法等等 也有一些我透过跟他这样共同创作 拿来我们的总统北黑歌颂使用 那以太坊的很多想法 Zero Knowledge这些想法 我们也尽可能地转译到 让我们这边能够更保障隐私的一些做法 所以我也有参与 那以上的三个兼职 都是院长核定的 而且也都没有收钱 而且他们也都是非引力为目的之组织 所以并没有犯法 核心续名 但是就是各位可以看到说 我是非常斜杠的 就是Digital Ministry and TW 这是我其中一个身份 后面才至少三个身份 那而且这些斜杠的斜率 因为大家的价值是共同的 慢慢都会变成了横杠 就是说全部连结在一起 那全部连结在一起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Open Optive Stakeholder 就是开放式的 让任何对数位治理有兴趣的人 都可以来参与数位治理的政策的形成 而不需要是特定哪一个国家的过敏 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甚至你还不需要有公民权 也就是说不需要满18岁 不对 18岁还没有公民权 不需要满20岁 这样子 好 那所以就是我的 就是服务的对象 其实主要就是 All Stakeholders 那目前主要在地球上 这个也不能否认 那但是也许有些 未来也不会在地球上 就是后代 这个子孙等等 那所以这是我主要的Constitual 跟传统西法利亚体系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 所以因此 这档文体跟我一点关心没有 那我自己是2014年 就开始跟新诚员合作 那当时是蔡月林政委任的长安顾问 然后当时在那年的年底 我们有参加非常多 马中文平台V台湾的计划 当时跟所有12指定以上 全台湾刚好三百人 分三个题词 然后去讨论 要怎么样子运用 这种表演展式的倾听 Listening and Skill的方式 去改变这个公文化 那我那时候才发现说 原来政务官眼中的事务官 跟事务官眼中的自己 完全不一样 事务官眼中的自己 是非常有创新的能力的 那但是政务官呢 因为就是平常不一定 那么多时间在倾听事务官嘛 那所以对事务官 有时候有一些误解 那所以这些事务官 尤其是2014年底 都跟我说 其实就是他们也有去 战略运动 他们也觉得战略运动很棒 那但是他们的政务官 当时可能不知道 这件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些事务官 后来就发现出了 在战略运动里面 所研究出来的 这些大规模的倾听 这些做法 他们非常感动 但是也觉得自己 做起来不容易 所以甚至在2014年底 我最常被问的问题 就是说 那我们这些资深的 他们都是局处长以上 是不是都应该辞职 应该让年轻的人来 掌握这个局处 那这样子这个国家才有救 等等 那我就跟他说 其实不需要 你只需要有reverse mentor 就是35岁以下的年轻的 见习的顾问 你让他来带方向 但是你还是可以给他资源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从当时的青年顾问团 到后来政党轮题之后的 行政院青年资讯委员会 现在我是付招 等等 我们大概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去让青年朋友来指引方向 但是 引发的朋友 还是给予资源 那是轻易共创 这样子的方式 来继续推动 那这个跟政党是 一点关系都没有任何事情 好 那有人问说 怎么弥凭陈乡的防疫讯息差距 以及如何在这样子 去传播跟大内宣当中 做出平衡 陈乡的防疫讯息差距 大概就是靠 就是 他是一只柴犬 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 不过有另外一只柴犬 叫做柚子 这里并没有PTA的意思 那但是 不管是柚子也好 或者总裁也好 一个在民间 一个在政府 都是为了防疫 做出贡献 那不过我们先讲总裁的部分 因为柚子那个部分 他是特定的政党 反而无法党 我们不能够为政党宣传 那但是 这个总裁是超越党派 所以 总裁的部分 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 就是 他的特色 就是说所谓正向防疫的特色 就是他绝对不出征任何人 他是完全没有任何攻击性 他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用有可能的方式 让你能够记得一些科学资讯 室内三只总裁 室外两只总裁 你看我大概就忘不了了 大概 事实上是这样子 然后 他真的很好笑 很幽谋 humor over rumor 而且他很照顾 各种不同的语言 光是这一章 就已经翻成不知道多少种语言 而且他很贴心 他把字的部分跟图的部分分开 所以这个时候字幕组的工作就比较容易 因为重叠的时候很困难 懂不懂 所以 总裁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体现了 我们所谓的正向防疫幽默配调的这个概念 就是 他提醒你 要去买口罩 但是 为什么要戴口罩呢 是为了让你 不要吓到吃熟熟 那你要怎么样不要吓到吃熟熟呢 你就是要肥皂勤洗手 那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的社会创新 社会创新 中文知识中文注织 就是一个值得传播的概念 在传播的过程里面 他会自己演化 所以当他真的印成一张海报 这些很多都有印成海报 贴在各个偏乡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会去 再进一步的去对他进行共笔 什么是共笔呢 就是拿一个麦克笔在上面加字 那所以在这个共笔上面 我们就从最一开始说 要戴口罩保护自己 慢慢演化成 戴上口罩保护自己 不要跟自己的手碰到脸 再保护成 就是戴上口罩是保护自己 不要跟自己没有用肥皂洗过的手碰到脸 所以每一次突变 这个魔音啊 名音的突变 都是一个让他传播力更高 而且也更有效 因为你把它跟肥皂连在一起的话 它就更有效的这个做法 那你想一想说 在其他的国家 他们一开始不是靠这支猜拳 而且也不是靠戴口罩清洗手 这个是保护自己的这个说法 很多国家一开始是说 戴口罩是保护长辈 那这个就 他的传播力就很弱 因为你如果不是跟长辈一起住 这个名音对你没有什么意义 他如果说戴口罩是尊重别人 如果一开始你就不是一个很尊重别人 这个名音也没有什么意义 那纵使你又跟长辈一起住 又很尊重别人 真的很棒 但是你不会分享出去 就是它对你有用 可是平均起来 你不会分享给超过一个人 那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个讯息就不会勾viral 就是说 因为它的基本传播数少于一 所以它退出来 大家看到了 有些人做 有些人不做 也就这样子了 但是因为 真的蛮可爱 说真的 然后眼镜下到厕所 也很好记 说真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无形之中 你就会觉得它很棒 然后分享出去 那所以这个时候基本传播数 这个概念的基本传播数就增加了 只要75%以上的人脑里有这个概念 而且拿不到口罩 我们就赢了 因为这个病毒的基本传播数 就会被压到低于一 那压到低于一的话 那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我们就可以一直到疫苗出现为止 那所以就是靠这样子的做法来进行弥平成香的防疫差距 其实就是靠印表机 这个非常简单的技术 以及确保你印出来的东西足够有梗 到别人又会拍照 然后传回它的烂群组 所以你能够做到这个 那这个叫做什么 get born 就是空气传播 对 如果能够做到空气传播了 那就赢了 那大概就是主要的想法 那再怎么样做出平衡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说不要只是总裁在做 有的时候柚子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就是民间的朋友 他自己也有很有梗的这些想法 我们确保总裁分享的 都是没有出征性质的 这样子一些资讯 那让民间的朋友可以任意地去混搭 常常我们都是用CC授权 就是确保说他混搭的时候 我们不会告他了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确保说 这不是大内宣 而是正确的资讯的传播 而且也不一定是政府的 因为这是科学界的资讯的传播 政府只要做好一件事情 就自己搞错的时候 赶快道歉 像有48小时的时间 指挥中心曾经说过 在大众运输里面 保持通风两号手 不用可以戴口罩 没有人理他 但还是继续戴口罩 为什么他们这样讲 是因为他们是用SARS 1.0的 那个版本在想事情 但后来证据很快就出现了 SARS 2.0的那个功能 比1.0多很多 包含无症状的产染 以及说不定空气传播 所以这两个一出来 指挥中心48小时之后 马上就改 马上道歉说 对不起他 还是带一下 比较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是死要面子 我就不特别对 其他国家的政府 但是有一些国家的政府 在比较死要面子的情况下 花了48天或者更多的时间 才改变他的讲法 那这个时候就很困难 就是对大家都很困难 所以对于我们指挥中心来讲 就是有新的科学证据出现 那我们本来搞错了 马上说我们搞错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的 有29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AI已经发展很多年了 那是为何表面上 台湾并没有很多 公共的设施上面 应用到AI 大家有用过自来水吗 好 应该都有用过 没有用过的 可不可以举个手 那自来水是一个公共设施 这应该没有人反对吧 OK 认为自来水应该要 就是完全私人 应该在场上没有人 OK 好 那所以自来水是公共设施 那自来水在以前 一直都有一个困难 就是说当有一个地方 有漏水发生的时候 它是靠巡检员去听 那这个巡检员呢 不是这个巡检员 一直骚到吗 才选乱入 也不是这一位 OK 好 这一位 那这一位的巡检员 它带着有点像听诊器 这样子的设备 那它每天的工作 大概就是听一些水管 然后大概大部分都没有漏水 所以其实是一个比较乏味的一个工作 它这位师傅找到年轻的师傅 愿意来跟他一起学 是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那对很多年轻的师傅来讲 他花他的声明去听一些没有漏水的水管 只有偶尔有漏水的时候发挥创造影 去改变那个水管管线的走向 这个他真的不愿意 那就算其实收入不错 他还是不愿意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传承的问题 那这个情况下 在他们试办的总统梅克松的时候 基隆小区 平均从有漏水到被听到 花了大概要平均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中心已经漏掉不知道多少税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办中的 维黑克松2018年的时候 我们每年会搬出五个冠军的团队 那这个冠军的团队呢 都会收到这样子一个奖杯 所以当年这个抢救水宝宝 就是其中一个冠军 那他所做的事情就是用Deep Learning 去确保说透过水压水流量 就是SATA系统所收集的数据 然后还有天气啊等等很多的数据 全部放到Deep Learning的模型里面去算 然后算完之后呢 他们就可以很准确的 这个师傅早上一起床的时候 他们写了一个LINE的机器人 来提醒这位师傅说 在你的辖区里面 这三个地方可能正在漏水 那可信度70%左右 他们当时做了70% 但是这位师傅 他的工作内容完全就改变了 因为他跑三个地方 大概至少一个地方是真的漏水的 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做创造性的工作 他找学徒也变得比较容易 因为他找学徒就要找两种学徒 就现在叫做T大师 那一种T大师 是帮忙写这支程式 让他准确率从70%还可以再往上涨 那另外一种就是 他有创造性的方式 去解决这个正在漏水的问题 这两种年轻人都很愿意做 年轻人不愿意做的是 凭那个没有漏水的水管 是非常浪费神明的一个东西 那所以在今年其实就全部都已经 就是实现了 就是整个台式都已经铺上去了 那为什么是因为 这个是一个加速器 这个奖杯是一个加速器 这个奖杯今年很漂亮 两片要受剥离的 无论如何是一个台湾的形状 那底下呢有一个小的投影机 任何得奖的团队 只要打开这个投影机 就可以托引出神主牌 就是总统分享给你的画面 那总统杯嘛 就是里面有总统的奖杯 那总统杯的promise 就是说你花三个月 所做出来的这个应用 很多都是AI assisted intelligence 辅助式智慧的应用 那我们无论如何 就当做总统政签一样 一直管口到他实现为止据点 那所以这个是非常强的一个承诺 绝大部分要四五年以上的中长生计划 拿到总统杯之后 一年之内就落地了 就已经变成全国式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所谓social sector first 就是对于民间的朋友来讲 他想要解决的并不是产法那边的问题 他想要可以解决的都是设法这边的问题 那但是因为他又是公共设施 就是对所有人都相关 所以他释出来的这个东西 必须要对所有人好 所以才比较没有很多表面上面的发展 我们如果要看我们今年的总统 和黑客松的得奖团队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五队 没有一队在做表面功夫 我们就从这边来 我都有一句话介绍 这个是用AI科技去模拟在扩增实境上面 把所有目前闲置的公有地都种满树 而且让社区大地游戏闯关精灵 保可梦还可以赚金币的话 可以节省多少宝特瓶 这个是说 刚才的那一个饮水地图奉茶 可不可以在你即将中暑的时候 自动通知你 这个是 如果你家里装了智慧电表 但是你的电器上面都没有装任何额外设备 单纯靠车会电表 怎么样告诉你是冷气机还是电冰箱要换了 那这个是说 当你在超市来一盒饼干的时候 如何扫条 不是知道它的价格 而是知道它的价值 包含它有没有破坏环境 我其实对环境是好的 那这里面每一个都有用到辅助式智慧 AI的技术 但是没有哪一个是做表面功夫的 就是它都真正意义上面 是在设发核心开发 然后放到产发核心来对产发有所要求 像空气核子水核子什么 大概也都是这样子的形状 那这是台湾的特点 那我们确实是没有那种 就是为了凭行动支付的使用率 所以你就故意不抓假钞 然后让钞商都不可以设提款机的那种做法 其实这个实际上是大陆的做法 那我讲的是非洲大陆 就是非洲大陆的做法 在非洲大陆有一些国家 它真的是因为伪超上去 而且都没有提款机 所以它的行动支付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也都是 你知道就是非洲大陆出来的嘛 是我们的原乡 原乡 我有回那个伊索比亚去祖国去寻根 寻根 有去那个陆西的那个博物馆 对 就是在东非 严格来讲它不算智人 但是也是祖先嘛 就去祭祖 所以就是说 在就是非洲大陆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些发展 我们还是尽量帮忙啦 不会因为就是 就是它的发展方向 有时候跟我们不同 我们就不帮忙 不是这样子 我们还是要就是照顾祖国人民这样子 但是就是我们自己的发展方向 并不是这样 这个是很明确的 好 那OK 又有一个用功证结尾了 现在感觉上用功证结尾 比较会被推上去 比较会被推上去 对于反渗透 除了避免政治人物收拾陆资 这里讲的一定不是非洲大陆 他也不是 用具体的方式吗 好 那 应该这样讲吧 就是说 我们现在对于 只要用一个neutral的作词 PRC北京方面 谈白 北京当局 他们的实质 治理领域 里面的这些实体 那我们大概的做法 其实从2013年 早在占领前 就已经非常的明确 就是虽然他们还是WTO的观察员 但是呢 我们在关于就是跟安全有关的包含资案在内 或者是重大的基础建设系统等等 是绝对不能够采购他们方面的常态的设备 在据点没有什么例外 就是不行 那这个够不构成贸易限制 或者是什么不公平贸易壁垒等等 他只是观察员而用 不构成 所以这个情况下 那在我自己讲的是那个拆购 GPA的那个部分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是 就算当时就是说是歧视 那反正就歧视吧 就是这样子 那在2014年 当然有一些讨论是说 那设备就这样子吗 那但是服务可不可以 就是不算是设备 那我们还是可以采购那边的服务 这样子 包含资讯服务在内 那当然后来经过 50万人的充分讨论 只好在街上 对 充分讨论之后 那后来发现服务也存在设备里面 就是我们也不能去采购 他们那边的相关的服务 那所以就是当然也包含4G 所以当时的4G在建设的时候 基本上就已经都没有做 这方面的采购了 那当然现在就出现了 这个另外一个问题 不是5G的问题 5G我们这边没有问题 就是因为以前大家的问题都说 4G已经被锁定了 那这个厂商已经固定了 5G我们好像换别的很贵 各国现在都面临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4G本来就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我们现在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但是有一些是 它是厂商的厂商 就是公共门的厂商 确实不能够去买 就是PRC方面的 好比像说无人机 但是目前呢 在这一秒钟 并没有规范厂商的 违认的厂商 不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 或厂商的违认的厂商 特违认的厂商 不能做这件事情 就是用资讯科学的讲法来说 这个不recursive 它没有地毁的去做禁止 所以就变成是说 你只要绕阁 大概两个条板 那我们就无法追踪了 的这个情况 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呢 我们在 应该是 明年的1月1号 好像也就快了 三天之后 那三天之后 会变成地毁的 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厂商的厂商的厂商的厂商 不管你地毁几层 你都不能够用PRC 一方面的厂商的自通讯设备 当作你 接工部门的任何篮子的使用 那现在已经有了一些 特别是像无人机 那这些就是要接连 就是它不能跟网络相连接 而且一年之内呢 就是要全部换成 没有这个一粒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还蛮大的一个转变 就是我们现在就发现说 我们上有政策下的对策 就我们不管做什么 他们都可以用地毁的方式 用跳板的方式 去想办法就是规避 那所以我们现在 其实反圣洞法也是这个概念 反圣洞法里面最主要的那一行 就是在讲地毁这件事情 就是你中间不管跳多少跳板 大家责任都还是一样的 不会因此有所不同 那所以我们现在也就是稍微升级了一下 我们这边的规范的密度 大概这样子回答 好 那有没有有个追问 就是除了中国 国内口的常态 是不是应该 还应该包括有国内口肚子影响的 国内口他国企业 这些都得破起来 因为澳门 对不对 那到底算什么 对 想办 算成什么 这是我们现在的想法 其实不是只是 就是他的所谓的出产国的那个常态 也包含他有实质的控制力的常态 而他的实质的控制力 有时候不是能够用无份结构 爱开的 有的时候他是能够实质的去 就是请谁去喝茶 领导层就会被换掉 或者是说在里面 安插党支部 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做法 那这些太阳当然都有 那所以这个recursive的部分 也包含经过认定之后 那就是有实质控制权 不管他是不是什么英属 什么维京群岛 还是什么开满群岛 还是什么之类的 在开满群岛上面也有很多 就是被实质控制的 这些实体不会因为 感觉上好像就是说 我们跟英国关系很好 所以就不管他们 当然不是这样子的 那谢谢提出这个部分 好 有30号个朋友们问说 委员最自豪的笑话 可不可以讲给大家听 非常好的问题 不行 还是很多人笑 好的 那有30位朋友问了一个 好像是跟博恩的那个厕所 没有关系的一个问题 就是请问 使用坐式码筒与现在文明展 有没有什么正相关 我觉得大概就是从产发的那个角度来看 坐式码筒已经不是很文明了 应该要有什么就是自动鸿干 放音乐 放香 然后就是我还可以再加一大堆 就是上去 那甚至包含什么自动精准健康诊断 就是是不是要补充什么营养素啊 然后顺便还就是按个键 就调出那个营养素的东西给你啊 有点像你去药菌麦可照的时候 他会顺便问你要不要买冻虫虾草啊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如果从产发核心来看的话 做什么是最基本的而已 他实在看不起什么文明啊 那当然从事发的角度 那就是要不要花那么多力气在这个上面 而比较应该是增进这个的补给率啊 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no one left behind 那我的立场 大家都知道 我是选每一边站 有三十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对于萊兔镜头的个人见解 以及如何解决 目前国产出标章杂乱不堪的问题 例如像胡须章的时事 确实现在你如果很想要挤贴纸 有点像好宝宝贴纸的话 那你可以挤到五个以上的不同的贴纸 那大部分都还是原型的 所以就是会有很多原型的贴纸 那这个要真正的解决 那其实就是靠刚才的那个 刚才的平台 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这样子的经验 好比像说Ocean.Taiwan 点击Omi.T.W.就是如此 当然Hike.Taiwan也是如此 那Hike.Taiwan是 台湾对方申请一站师傅 那这个上面呢 有至少银件数 每个国家公用孩子自己算一个 林务局 商务每个商务算一个 自然保护区地方政府要自己算一个 警政处还自己算一个 等等的这些不同的标注 所以有时候你要去爬一趟山 你要经过不知道多少个申请流程 其实也没有很多 最多五个而已 那但是这个五个就是每一个的格式都不一样 而且如果你是就是用英文的话 那警政署的那个在我们政府协调之前 它只能用传证 那所以就是对大家来讲是 有一点点不方便 有一点点不方便 那所以后来就是用一种开放资料整合的方式 它不只是资料开放API 因为你还可以提出申请 所以你哪个天想要去旁个能够阅领 起来竹风 嘉明湖 插天山 雪山主动 等等 你看 它立刻帮你去把后端的所有机有的网站 那你看那个代办一样 直接去把你可能要走的路线 那当然你可以在这边去换成烈风二日 起来二日 南风 等等的这些 那你也可以自己说 那我就是没有要用成功想物 什么之类的 这都是你自己克制的话 但是这些的API都是开放的 所以这个只是抛砖引誉的那个砖而已 实际上就还有很多 像说践行笔记啊 这个登山书啊 可能有一些人在用啊等等 可以在这个的基础上面去加值 但是如果我们不做这个跨部会的协调的话 那对这些想要做出高应用价值的这些朋友的作品来讲 那它公司清理资料 大概就已经花掉它大部分的力气 Ocean在台湾也是如此 我们如果看一下图层的话 它包含 江浙沿海未来两天 住三小时 天使一包超旭光海域水 指域港资料的海象观测站 应该不是海象观测站 是海象观测站 游艇博位统计观光景点 咨询开放成一调的渔港 雅池向往定制形成港区范围 全游戏范围 沿海自然保护区 一般保护区 海面天气预报 而且这个还没有打开 人工渔郊区 保护区 海上平台设置范围 以及渔港商量公共保护 调点以及各类的保护区 那所以这个虽然理论上是还有一部分维护 但是其实里面绝大部分 都是各地方政府跟其他相关的附会在维护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视觉画界面 而且开放资料都已经清理好 而且视觉画师都有精维度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一次地看到 所有相关的标志 以及这些标志所代表的意义 到底是如何 其实功能蛮强大的 但是反正如果你对于这个界面不满意 那你行你来 这些都开放资料 所以你觉得没有美女的界面 作为美女的界面 你如果觉得没有阿美女的界面 作为阿美女的界面 这些都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同样这是偷尘营的一个专而已 所以目前在G0V 就是临圣府的频道上正在讨论的 就是这些东西要怎么整合 然后变成一个多独层的这样一个状况 有32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停止失败 所以身份证的具体理由是什么 具体理由就是大家都还有疑虑 那在还有一律的时候 应该要这样吧 就这样 但是这个可能大家觉得不够具体 那但是疑虑本来就不具体 如果有具体的疑虑的话 如果是找New ID 然后按个Enter 那就会第一个 立刻看到一个新闻 叫做内政不沟通不足 然后19小时之前 客气寻报 然后呢 第二个连结 就是New ID资讯公开专区 就发现说 有这个收命简报 换发计划 成果重点报告 资安规划 小朋友们实行计划 安全检查票 一大堆这个 字 那谁 好 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凡是有具体讲出来的 资安的疑虑 这个上面有个回答 如果我们去看 这个建议问答题的话 他一点都不建议 到底哪里建议了 但是也许 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他用的是标凯题 他如果用标凯题 很多人就已经不会看 实际上真的是 尤其在手机上 那会一定非常的困难 那第二个是说 他用的那个回答的语言 就是 如果你有考过国考 高考才看得懂的那个语言 这个困难就是说 我们 就是从内政部的角度来看 因为他们都是 国考高考进来的 就是文字运用能力 有一定的水准的朋友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他们听到了 每一个具体的语言 他们真的都有回答 但是从民间的角度来看 你有回答不表示我看得懂 而且你有回答用的是标凯题 不表示我想看 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 那当然就是在后面 还有另外的不具体的语律 那这个是很多是关于隐私的 关于资料聚合的 关于个资保护机关 现在虽然有了到底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它的独立性如何 等等 这个后面的很多疑律是没有办法 用很具体的场景讲出来 因为它还没有发生啊 还没有发生的场景 本来就很难描述 那所以最后就只能跟内政部朋友说 各位有空的时候 多看黑镜 把黑镜都砍完 那大概就可以比较知道 疑律是什么 因为很多只有在科幻小说 或者影集里面 才有去描述那个情况 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 设计跟艺术的不同 就是设计都是在 在移植的范围里面 尽可能的去把光明面 去原力的光明面 去把它应用好 但是只有艺术能够告诉我们 说原力的黑暗面 可以长成什么样子 这个不是城市设计 或者是互动设计 或其实设计工程的设计 这边可以做得到的 因为它都是从移植外推 但是从未知往回推 这个还是要靠艺术的力量 才能够达到 所以也很欢迎大家 就是参加包含剧里面 有一个Idystopia 身份证大冒险 那个我也有贡献 核心训练 我有陪里面一些的对话框等等 那他们就是去想说 未来如果政府 在2035年 或者2077年 这些人的期间 好 不管是在哪一年 因为要控管碳足迹的关系 所以每一个人做的 每一个动作的碳足迹 都会被记录 那但是呢 就是你可以做碳交易 所以说如果你的基因的 这个品质比较好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基因的特殊性 拿去卖换碳交易的点数等等 那这个当然是已经进入 科幻小说的范围 但是这确实是对于 所谓的基因的特殊性 的市场价值 产发那一边 然后跟碳交易 也说给他真的要举办的设计 或者这一边 那这两个场景都推到极致 让大家去想说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世界 跟那个世界终点 到底要怎么接过去 还是会接不过去 那这个很多只能靠艺术的方式 才能够呈现 不是我们用问垃圾的方法 就可以呈现的 所以每一个形式有它的优劣了 那有空的朋友也很欢迎去加入 艺术的那个部分 那个部分叫做Pyrogym 其实是我自己 之前在2000年出头的时候 跟另外一位叫李世杰的朋友 写出来的一个规划 那当然现在就是有很多朋友 把它做成更多的艺术的创作 有三四位朋友们问说 公立大学跟私立大学资源分配 严重不均 政府是不是要重新考虑 平均分配 这个意思 这个后面就会有很多种解读 那我具体的建议 就是说如果每一个学生 都上好几次大学的话 那很多资源分配的问题 应该多少可以解决 因为现在很多它是一个 就是少资女化的这个趋势 带来了很多联动的这个效应 那但是我们可以想说 如果生育率降成一半 但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会上三四大学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大学的实质收入 就会增加50% 那但是就是为什么 就是你没事 一生会上三次大学 那当然就是你在一开始 第一次跟大学结束的时候 你是带着Purpose 我们叫Purpose Based Learning PBL 带着Purpose来 所以就会觉得说 大学这个学术准确 跟你的Purpose 就互相扣合 那这个又会连接到说 其实很多人念大学 并不真的只是 因为要有一个Purpose 而是因为隔壁的同样年纪的人都有念大学 那我没有念大学好像很逊 不过我连高中都没有念 好像也没有很逊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被变成了一个社会压力 那像之前就是刚投影出来的那个蔡总统 那第一任的证件之一 就是18岁不一定要马上念大学 这个可能会有人记得 那应该是先不管是去做创业 研究业 见习 政召 T大使 全部都有 或者去当T大使 或者去交换 或者去出国 或者是到内移民 等等 反正就是先历练个两三年 等你比较明确知道 你要从大学那边得到什么的时候 你才进大学 而且这个时候 就是人家已经包含政府 帮你存了一笔钱了 你也不用付学贷了 这个听起来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计划 那在一开始也受到了 很多应届即将高三毕业的朋友的支持 报名的那个人数并没有很少 但是很多都退款了 就是最后一刻 他说我不玩了 那我们就问他为什么 十个里面有九个都说家长反对 家长为什么反对 因为邻居都有去念大学 只有我不念大学 他常常去 但是为什么邻居都去念大学 家长也许会去问一下邻居 因为邻居也有都去念大学 这是最后逃到楼梯 这个现象就是支持自己 明明到这一步大概就问不下去 所以就是要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后来就想说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只有福利抽薪的一个方法 就是让十八岁的人成年 那这样子的话 他父母不管怎么讲 那他反正是大人了 要为自己负责任 其实本来就为了自己负责任了 已经有责任了 只是他没有权利而已 所以要享有自己 已经享有了权利 那这个也就包含说 如果他暂时不想去念大学的话 那即使他家长说邻居都怎样 但是大人对大人的关系啦 你就说感谢你提供的建议 我还是当你是我朋友啦 你也是一个好人啦 那但是 你没有管理自己家里 对 但是以前 以前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都还要他们签字的时候 你显然是不能够这样子讲的 这个是事实嘛 对 所以我非常乐意看到已经散途通过 而且即将在数年之后 两年之后嘛 就正式上路的时候 所以这五年 我觉得只有那个 才真的能够解决国教 高教 mismash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解决之后 我们对高教的关系就会健康很多 健康很多之后 那这个才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高教的市场出现 而且人的医生之中就会跟高教有很多次的联系 因为不是一个线性的 好像只是在这边就是 度为一段岁月再出社会 而是说 有点像点技能术一样 你随时想到就回来点一些技能术 那我觉得这是比较健康的关系啦 好的 有36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有没有跟苏贞昌院长吵架过 还讲一个最popular的一个符号 那笑到哭了 可是哭到笑到 对笑到哭了一个符号 我从来没有跟他吵过架 然后事实上 我也从来没有跟任何内阁格 因为吵过架 从2014年到现在都从来没有吵过架 因为对我来讲 就是吵架大小生 就是要对方觉得你的意见很重要 只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这个的编辑效应是递减的 就是当你吵了一次 第二次跟他大小生的时候 他已经比较不想听你讲话了 到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到最后就是变成是说 那你大小生也没用了的情况 所以我用的方法都是 很认真的去听他讲话的这个方法 那这叫积极聆听 就是他不管什么一场 我就很认真的听 听完之后 我用我的语言 再把它讲出来一次 他确认一下我没有听懂 我如果没有听懂 那他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 到最后 他就会发现说 我真的有听懂他的意思 在这个时候 在一个片刻 我讲的任何一句话 对他都很重要 因为这是顺着他的思路讲 他的思路不管本来卡在哪里 我只要做这样一个诠释工作 这个思路就接通了 他就跟别的思路 就能够接在一起 但是除非你脑里已经有一份 他的思路的copy 不然你没有办法做这个诠释工作 那这个诠释工作 有的时候需要非常非常有耐心 就是你要听很久很久的话 但是这个是有必要的 因为他的生命经验跟女士不一样的 就是像苏智芬院长 对不对 他担任这个人权律师的时候 或者是说他去质询李仁慧总统的时候 他的这些想法 基本上都是他自己真实的生命经验 那就是他要愿意分享出来 你才能够知道什么 因为他顺着他的思路 那现在碰到这件新的事情 从他的角度会怎么看 那对所有其他的歌远 事实上所有其他人 也都是这样子的做法 有三位朋友们问说 可以拍照签名吗 我十二点得走 所以现在还有八分钟 所以我们现在就面临一个议程设定权 就是说 因为这个跟下一个问题一样 都是三十三票 所以我们就接下来一分钟看赞的数量 如果这个赞的数量比较多 那我们就最后就是留下来签名拍照 直到准点 如果下一个的赞数比较多 我就回答下一个 那就没有什么先拍照的空间了 好 那 显然是 因为这是 联系投票法 所以也可以两个都投 票数非常非常接近 到底需不需要公开唱票呢 需不需要重新验票呢 有没有选举无销之诉的问题呢 好 那 要到54分吧 所以我就等个时装 到54分了 来到54分了 那这个拍照签名以64票获胜 那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那就是进入拍照签名的大尾 我会先坐到中间去 那可以先看一个大合照 那之后就是看大家怎么样 拍照签名今天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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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